好 我們來看一下台湖就是 我們上禮拜講的劇本其實差不多 一直在這邊橫向整理 要攻萬六 感覺到力道也不夠強 下跌好像也沒有那麼恐怖的利空 這個時候要不要小心突然股市 就來個急錯突然來個崩跌呢 想問一下三位先幫我們舉牌好不好 現在不會擔心突然來個大崩跌 圈貨差 登登 哎呦 吳老師說會 然後不會 一半一半 三種答案 所以又是個撲朔迷離的劇本 萬六的劇本到底會怎麼走啊 永明哥 好 第一個 這個我們這邊就是一個小樣本 就代表整個市場 對 三個人三票 多空跟中立 那第一個我覺得 我心中還是維持 我之前在一萬兩千點 坦上來的時候 大概一萬三附近我的看法 我認為這一波應該就是一萬六千三附近 所以我覺得台股開麥拉裡面 這個我自己心中的 H1的幸福劇本是這樣 第一個的話 幸福劇本 對 不是麥特的幸福劇本 是我自己的這個上半年的幸福劇本 那各位可以仔細的去看一下 現在的那個線型 很多人說是橫向 可是在我的心中的話 其實它是一個三角收斂 這個我們在技術分析裡面 把它定義成叫線型上升 那線型上升的一個特徵的話 就是低點越來越低 但是創高的能力越來越弱 可以創高 但是創高的幅度不大 都不是那種長紅突破 然後成交量從先萎縮到放大 但是放大的也不是很明顯 那最近這兩個交易日的話 成交量已經放大到2000億 但是都還不足以去突破 這個比較大的一個重要關卡 所以它慢慢的往上走的一個過程中 就變成用時間來代替空間波 也就是時間可能走得很長 但是空間可能漲不多 那如果算起來的話 這一波下跌反彈 0.618的位置 應該是落在16,282 這就是我之前第一個目標 跟各位講的16,300附近 然後第二個目標的話 如果再高一點的話 就是反彈三分之二 應該是來到16,600 我認為來到這裡的話 線型收斂應該已經到了末端 那時間點的話 大概就會落在4月底 甚至是5月初 那如果到那裡的話 我覺得台股應該是已經 延伸波之後的再延伸波 所以我之前跟各位提到 就是說我覺得4月很難過 因為為什麼呢 第一個就是菜賣會 但是事實上證明出來 就是它其實也沒有造成很大的影響 但是股市是以盤代跌 或者是以線型代收斂 這樣子往上走的話 它終究不是一個常態 也就是它終究要被修正 所以換言之的話 第二季就要面臨到一個 我覺得在5月跟6月的時候 就可能會有一個回檔 那這個回檔的一個劇本 基本上一定是大家所擔心的衰退 事實上可能是slow down 但是還不見得你看得到衰退 但是它的減速 就會讓指數開始往下 可是往下的過程中 剛剛慶儀特別有問到 是不是會形成大跌的走勢 我不知道這個圖 導播可以看一下 放大一下給大家看 我不知道這個算不算大跌 因為如果說你漲到16,600好了 然後下來的一個支撐 缺口是在14,900 那你就抓15,000嘛 那16,600到15,000就15,000 那如果第二個缺口14,300 這個地方也有另外一個缺口 我覺得第一道可能就守得住 不用到第二道 那如果說是以這樣的一個版本 大概就是落在1,000到1,300 那如果以16,000的指數來看的話 大概指數就回一層 那有一些的話 大型股可能就回的稍微比較 跟指數貼起 但是中小型股的話就要看力道 所以整個來講的話 今年我認為的跌勢就在這一段完成 所以很多人認為說今年是一個 像兔子一樣擺盪很大的 比如說上升3,000點 然後再下來2,000點 我不認為是這樣 因為我看過了將近快20年的 不管是美國大選或者是台灣大選 沒有人在選錢是震盪這麼大 要的話也是選後不會選錢 所以最後給各位一個結論 就是現在大家拿來在嘴巴裡面 一直在講的衰退也好 經濟數據不好也好 我認為那個不足以對現在的股市 造成很大的利空 因為那個大家都已經鑄下軌 就是已經打了預防針 而且一打就從去年10月 已經打3劑打到現在 甚至5劑 那我覺得接下來除非有一個 我們都不知道的灰犀牛 或者是黑天鵝 那當然現在一定猜不到 因為猜得到怎麼會叫猜不到呢 對 所以猜不到的情況就不用講 那除非有那種的話 不然指數我認為應該就是 以這樣的一個版本 卸行收斂往上 然後壓回撤支撐 然後完成一個下半年的一個走勢 OK 好 就現在沒有這麼大的利空 所以目前看起來是不會有 這個大崩潔的情況 這個游民哥講得非常明確 那吳老師你看到什麼會擔心 因為現在看到的是上攻 華麗 就是其實沒有在做真正的上攻 那小幅上漲的話 其實都算是在高檔出貨盤 那主力還沒有跑光 但是如果有什麼突發性的事情的話 可能就會藉機殺下來 我是說有這種風險而已 OK 好 這個也稍有風吹草動 有可能整個殺下來 現在主力是在高檔撐住嘛 在那邊出貨出貨 然後一有什麼事情的話 他可能找個藉口 當作藉口 殺下去以後再重新拉起來 我是說有這種可能性而已 因為現在看不出來主力在做正式的攻勢 主攻段沒看出來 好 曲波 觀望什麼 這個補票當然是分析室比較厲害 不過我個人認為上下盤整 這個是很正常的 OK 就是盤整盤 不過大家現在立刻看到 就是這個台積電的影響 台積電這個第一季的營收不如預期 我們看到它這個目前公佈的 三月營收是17個月的低點 那麼也是沒有達到新台幣的整個營收的 財測的低標 是4年來第一次這個單季沒有達標 那麼一開始我們新聞就提到說 其實這個小模有說 他認為第二季恐怕會再衰退 第二季會再季減6% 好 台積電的狀況要怎麼評估 劉敏哥 第一個大家現在都在提新台幣的營收 這個就意味著還有一個東西叫美元營收 對不對 所以這一次出來的結果是新台幣的營收沒有達標 但是新台幣的營收沒有達掉 當初的估算基礎是30.7 在當時在立這個財測的目標的時候 但是現在的新台幣是在30.3到30.5 所以換言之的話 以匯率的角度來看的話 新台幣是沒達標 但是如果你回推到美金的話 它的營收是落在 第一季的營收是落在167億美金 這個是低標略過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說 這個消息為什麼沒有在 禮拜二的股市形成台積電的大跌 跟禮拜三主要的原因就是這個 你是不好沒錯 但是這個不好是大家認為 原來是這個原因的第一 第二個的話 確實是有一些客戶來配合投片量 因為基底作帳的關係 投片量的關係它會遞延 那這樣子的話就是讓以前 可能定了新台幣營收 即便碰到了匯率 我還是一樣可以略過 但是現在就略不過 但是美元就過了 所以以現在的這個情況來看的話 我認為台積電就是緩緩的 那如果老實講 你真的希望台積電大跌的人 你有兩天的時間給他了 都沒有跌 這個營收出來 其實中間有一段空窗期 到所謂第一季的季報這個中間 所以該跌的都不會跌了 那也不代表他要大漲 就是他已經就是穩住了 所以期望台積電大跌要買的人 應該是等他這一波再衝高 之後再下來 而不是在現在這個時間點 抓到了這個草繩 或抓到了這個服務 就硬要死K他 OK好 時候還未到了 曲波怎麼看 基本上台積電 應該說半導體產業 今年的上半年狀況不好 這大家都知道了 昨天公布的時候 我也覺得其實跟預期 並沒有差很多 那剛剛這個永明哥也解釋了 主要還是因為這個匯率的問題 對 所以第二季肯定還會再衰退 剛剛這個外資 他是寫6% 那我看到的報告 有寫5到10% 這個附近是合理的 要到下半年才有機會 緩慢的恢復 而且我要強調是緩慢的 因為後面還會談到 明年是不是經濟會衰退 對 這個都要注意 OK 好 我們開始新聞有提到 這個高雄的積電工程 標案延後一年 那麼一些無城市裝機作業延後 28奈米清單都被取消 那麼大家就開始想說 20號的法說會 到底會怎麼解釋 那曲伯熙之前 又跟我們講過說 現在成熟製程的產能過剩 到很可怕的地步 就連台積電都取消 這些設備的採購 到底這個寒冬有多冷呢 基本上成熟製程 本來預期就是 中華大陸那邊會做很多 會取代台灣 那後來因為美中貿易戰 所以有一些成熟製程的設備 似乎美國也想要把它管制 所以接下來我覺得 成熟製程這一塊 要看美國怎麼做 如果它管制這些設備的話 那當然中國大陸的廠商 沒有辦法在短時間內擴產 那國內的成熟製程廠商 就可以鬆口氣 因為他們的產能不夠 那最後也是只能來台灣 但是前幾天又有報導說 因為大陸在先進製程 已經幾乎是沒有辦法發展 卡得很嚴重 所以他們打算全部資源 都壓到成熟製程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 還要再觀察 就是有一些設備 中國大陸當地的廠商 未必都能夠自己做 即使是成熟製程的 也要靠進口 那這些設備到底 他們拿得到還是拿不到 如果拿得到的話 成熟製程壓力就會變大 如果他們拿不到 那我認為其實台灣的廠商 搞不好還可以鬆口氣 好 所以要觀察一下 中國那邊的最新情況 現在的最新的, 今晚不見了 我們就要觀察一下 中國那邊的最新的 最新的事 所以我會想說 我們就把你形容 那邊的最新的 最新的, 最新的 所以你一旦 有一個新的 最新的一般 最新的 最新的 全新的 最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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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